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山水 突然間突然山水出來 因為我們有錢 有錢有空就去旅行 去旅行有幾個條件 第一 有錢 第二 要健康 第三 要有時間 第四 有人陪 缺一不可 有錢 有人陪 有時間 健康好嗎 當然好 現在我去不可以嗎 我沒錢 我沒錢 我突然間有錢 老婆說不去沒有陪 所以山水就是一種好東西 你想想遊房嗎 你想想的 但你沒錢就要搏殺 不捨得 有錢 有健康 有時間 有人陪 一定是兩個人的 所以山水就是一種吉祥的東西 有很多種的 剛才是木雕 灰雕 灰雕 很多的 這些是立體的 很漂亮的 灰雕很漂亮的 東城里 有些是用書畫畫出來的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這部很有趣 這部是1930年畫的 差不多是80年前畫的 當時他們認為 有寶寶車 有洋樓 有大火船 就是好東西 是不是好 現在看到我都說好東西 這是股東 但當時應該是好東西 畫了好東西出來 當時那個吉祥的意思就是這樣 四層高 當時是一層高的樓 有四層高 有寶寶車 是不是好東西 好東西 吉祥是否跟著時代會變 有一次我們去到這個盤屋 有一次我們去到這個的開瓶 開瓶他們去過沒有 去到丟樓的 因為那些人 去金去外國賺錢 希望有之日 他們的親人坐大洋船回來 建一間大的丟樓 好嗎 開瓶丟樓 開瓶丟樓 即是說回來坐艇 只是大件事 回來當然沒有大件事 所以坐大洋船 其實沒有可能坐大洋船回來開瓶 那些河仔 但希望我們親人坐大洋船 回到一個大的丟樓 這個就是吉祥的願望 就是這樣解釋 這是現代版的 好了 都是山水大洋船 就寫明 岩塔提名 因為唐朝之前 中國首都在長安 即西安 西安有個大岩塔 有個小岩塔 當我們考到盡時之後 我們一定去大岩塔簽個名 這樣就叫做岩塔提名 即是說有資格去岩塔提名 一定是什麼 盡時 好嗎 當然好 所以岩塔提名 就是一個希望 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夠 到我盡時 岩塔哪裏來 就是這裏 這個 我去那時下大雨 所以我沒有去提名 下次去 幾大都簽個名 這個就是岩塔 就是這個 好了 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看到這個頂 頂上八寶 這個是次次如意 這個平常加寧 為什麼呢 因為寧是代表官階的 觀階 平平地一聲 就加個 加粒花 好嗎 當然好 靈芝 這些都是好東西 這些 如意 靈芝有很多東西 這些肉的如意 如意 肉的這些 可以 看見 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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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屬於八寶 以後開始看得多東西 我們見到有個仇 有福 有福 有六 有仇 有錢 福六 仇全 這個 經常見到 善 善 就代表善 善 善 一種德行 行善的善 這個就是 漢宗尼馬 好善 起死回生 這個就是善 這個 有時不可以 就這樣滑去魚 寫了善面 加了書法術就算了 這個是善面 都是屬於善來的 都是善來的 這個善面 這個是坑渠 為什麼有個錢在那裡呢 因為 大家聽過故事說 有時候一到年三晚有怪獸出來 嚇小朋友 媽媽就給錢 紙樓底 叫做押稅錢 就鎮住這個怪獸 好了 坑渠很邏遮 現在我們用一比四十四 一比九九就洗手 一比四十四倒下去 那以前沒有這件事 就弄了錢 押住它 這個坑渠有個名字叫做厭性錢 看看鄉村 那些坑渠全部都是用錢的 這個是新造的 都是用這個道理 用個厭性來做 這個也是 用厭性來做 井口也是 一井口有水 好像要掉下去 於是他都用個錢下去 不給水果出來作稅 不要給錢掉下去 就是這個意思 都是厭性 這個地方 好了 宗 宗在 以前宗 宗是外國發明的 他是進貢給皇帝 寶物 寶物來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宗是無需要任何能源 不只是上十年 他一天走廿四宗 生生不息 循環不轉 代表一個長壽意思 長壽意思 這個 這個 這個宗是多少宗 現在四點三十三點 我都解不清 總之五常都畫出來 這個東山古 這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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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宗 不只是大福帝有的 大福帝有多些 這個宗 宗不是代表高宗 整個大福帝聽人說錯 不是代表高宗 是代表長壽的意思 寶物來的 長壽 就看到一個宗 大福帝有多些 怎麼看呢 我們見到 這裏 這個福字 這三十六六 這個壽 福六壽 是這樣看的 所以宗不是代表高宗 不是大福帝有六個兒子 六個兒子有一個宗 六個高宗 錯的 是代表長壽 茶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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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一種 壽 壽 裝酒 裝茶的器物 所謂福氣 代表福氣 這個茶壽的粗氣 這個 這個呢 我經常去塔門去過沒有 去到天陵面沒有 麻煩你找一下 天陵面這個茶壽咀 天陵面這個茶壽 找一下 找不到回來 就不要告訴我 怎麼這麼大的茶壽 有幾個 一邊一個兩個茶壽 代表什麼 福氣 福氣 我發現原來有很多茶壽 這個就是茶壽 這個酒壽 漂亮嗎 這個是柄 這個是蓋 這個是蓋 這個是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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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壽嘴一定高於蓋 否則倒捨 這個茶壽 我們叫做提亮 這個茶壽蓋 這個縫 茶壽很漂亮 金錢村 什麼叫博固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美術架 博固上面擺的都是漂亮的 都是寶物 所以連擺寶物的那個架 都是叫做寶物 它叫博固 博固 什麼博固呢 很難 哪個博固 這個博固 是不是 拿到一個瓶在那裡 這個就叫博固 這個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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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博固 都是寶物 擺身是好東西 好東西就是寶物 對 這個博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八卦 八卦 這些是八卦 這些是八卦 很多了 這些都是一些器物 器物的東西 這些是太極 太極 這些是器物 好了 八卦 以前我們說八卦 八卦齊名 就八卦就變成天下太平的意思 八卦是什麼呢 在以前就是金石土格 絲木刨竹 這幾樣東西 什麼金就是金屬 金屬一樣 現在就是 宗啊 興啊 這些全部都是代表的 這個意思 我們香港很難找齊八卦那樣東西 這個是興 這個是興 興 好了 有時候我看一件事 這個不是香港的 不過我用它做例 我們見到 這個就叫做 激 激是枝 大吉吉 又叫做吸 這個就是興 那就吉興了 吉和興 是什麼 魚 吉興有條魚 這個就叫做吉興有魚 是這樣 但是香港找不到 這個叫吉興有魚 是不是很煩呢 好了 我看看這個 這個花瓶 有三支激 就是三級 瓶聲 三級 好嗎 這個就是瓶三級 我們這樣看回這些東西 在這裏都量出來的 這些 好了 這個就是圈 同土土燒的 這個就是圈 這個就是圈 這個就叫做齒 這個就是土 這個就是土 這個就是竹 這個就是竹 圈呢 詩經講就是 圈的聲音 聲就是低而沉 瓶呢 我們的頂就是清而輕 那麼 詩經講 百是吹圈 重是吹瓷 百是誰呢 大哥 重 小弟分分百重 所以大哥吹個圈 很沉聲很俗 小弟吹個瓶 就很輕聲很清 和樂且站 兩兄弟很合 所以 圈瓶一浮 就代表什麼呢 兄弟和睦什麼意思 你看到兄 兄 看很多東西出來的 這個是兄 兄 好了 出盡八寶 八寶有很多 這一堆裡面選擇的 這裡 不止八樣東西 總要選擇 但很難 我們很少見到 有八寶 我們看 譬如我們見到 這個 這個就很漂亮了 這個有福 有六 有壽 有錢 有錢 就是福祿壽傳 福祿壽傳 福祿壽傳 是這個 這個就是太鏗那個 好了 見到這個 博古 這個是什麼 書 八寶 八寶 這個西國 八寶 八寶 這對西國是八寶 八寶 這個金錢 又是八寶 這是什麼獎 這是什麼獎 來的 完美 完美 完美長的喜著 這個是我們怎麼說 起 在 眼前 是的 這是起在眼前 是的 我們見到 原寶 也是的 原寶 這個都是屬於八寶 好了 回答你的問題 這幾個是原寶 三個 如果我們在上省城考試 趴時叫舉人 第一名叫什麼 解元 然後上京城考試 趴時叫共事 第一名叫什麼 護元 然後我們在面前考試 趴時叫進次 第一名叫什麼 狀元 連中三元 或者叫三元合體 好了 三個元寶就是三元 如果我們用一個荔枝 一個龍眼 一顆珍珠 是不是三個元 都是三元 總之原寶就是三元 通常原寶最漂亮 這個就是連中三元 是三元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琴 旗 書 畫 四毅 唯一 我們會見到的 棋 這些書 琴棋書畫 要齊在那裏 酒也是的 都是好東西 這些都是屬於的 這些 盤牆 盤牆也是的 我們的成結盤牆 都是八寶 都是八寶 好了 我們見到了 西國 這個 這個 元寶 這個 如意 接著那邊 這個見到 這個什麼 八毛筆 代表書 這個 金錢 這個 艾葉 這個 葫蘆 好了 這樣加起來 筆 金錢 艾葉 葫蘆 書畫 西國 元寶 加起來什麼 八寶 好 這張照片 我們很難去的 你想不想去呢 上去就密切注意 這個影期 因為這裏是禁區 我們要申請去的 禁區 這個就是唯一 我們找了很久 發覺只有這間 真是出盡八寶 這間 這間 這間是沙樓國 沙樓國 沙樓國 沙樓國的禁區裏面 鄧慈忠慈 不是我們平身感情的 所以要申請禁區子 要 這間是幾個碟 看到嗎 琴棋書畫 看到花開富貴 有蝴蝠 有蝙蝠 有魚耳 有三刀 是不是很漂亮 價值十六個八 十六個八 但不是崩了 這個是假 是崩了 不是崩了 是一個假 崩了大件事 十六個八 很漂亮 這個就是雲板 入廟就指一個鐘 鐘敲給菩薩聽 告訴佛祖 這個雲板就敲給我們聽 開飯 做功課 這樣的雲板 都是用日和月 剛才我們見到日月 也是用人的 這個雲板就是日月 用長文去代表 這個雲板 這個門端 我們見到 就代表乾坤 乾龍坤 乾坤就是等於天地 等於天地 這個 等於天地 是的 好了 我們去到西貢 發覺 我們見到有什麼 這些盆牆 這個是什麼 薄古 金錢 很多樣東西 齒花 喜爵 但我見到天狗 壞狗 十二是天 地 人 為什麼呢 因為三財者就是天地人 三光就是什麼 日月星 就是說 我們上面有天 下面有地 中間有我們 做人一定要光明女樂 叫做三財者 天地人 但是我們懷疑 當時那些漁民不識字 於是不識字 也會得到錢 一定會 天地人 一定會 但是 初初我們是這樣想 但是發覺 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 這個祠堂 我們不要看 這是什麼 剛剛說完的 金錢不套稅 是不是 這個銅鏡 銅鏡是寶物 蝙蝠 博古 發覺 我們見到有什麼 有天 十二點的 有地 有人 祠堂也有賭錢的 為什麼呢 真是不知道 問那些父老 是嗎 不多國 所以在重修 就發覺 這個銅鏡是很漂亮的 單單是不油這幾隻 就駁我們看不到 又不敢拆 一拆就破壞 於是專門就不油油 駁我們看不到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去 重點鄧公尺龍一頭去的 有沒有看過 又是鹽高 又是鹽軟 又是老花看不到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做了一張畫卷 給你們就是這樣 這個 前線 通訊 可是 渡 還 我們